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6日 星期三 今天是星期三晚上 今天沒有直播 但是我們會繼續跟大家緊貼時事 這節繼續跟大家說說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情況 說財經那部分 因為 最新的訊息 就是俄羅斯的主權債 主權債 違約在職 美國現在似乎真的完全 不打算 經濟方面要放生俄羅斯 現在美國也不准 就是銀行 用這個 俄羅斯 的款項處理他的主權債 換句話說 凍結了的繼續凍結 你有生錢就給你用來還款 但是如果你不還 不還息 接著 就很可能就是主權債務違約 從多方面也看到 俄羅斯這次的經濟危機 相當之巨大 當然 你做那麼多邪惡的暴行 這次 在全世界的面前 你還要 就很可能就是 說這是北約背後搞的陰謀詭計 說是大屠殺 由北約策劃也說得出 基本上 是徹徹底底 就是 一巴掌扯到他們的臉上 就算 北約不是馬上要跟你動手 但是 也不代表西方世界會放過你 其實這次 這次他們清楚知道 普京這個獨裁者 跟中共 是一樣 這次還意識到中共 跟他做的事一樣 其實是不能夠放過的 這些 是人類的敵人 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西方世界介入 我們必須要把 香港的人道災難 說出來 香港的人道災難 其實他們知道的 在2019年發生 說很多人跌下樓 等等這些行為 所以呢 現在我們這段時間 播放時代革命電影 我們也看到很多時候會有很多 外國朋友進來一起去觀賞 因為有英文字幕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清楚知道 看回當時發生的事 包括 被人扔下樓 油堂的片段 陳彥霖消失等等 全部這些兇殺案 在他們眼中 看了 他們知道真的有這樣的事發生過 這個對於他們未來對著中共 這些獨裁者 其實有什麼 取態 有什麼政策呢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大家應該多點叫 外國朋友 進去一起看這部電影 邀請他們一起進場 繼續說俄羅斯主權債 有多嚴重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幾種方式支持本台 最重要是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加油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播放欣賞 無限屋大法 手動點擊 這個最重要 其他這一節 不再重複 剛才已經說了 綜合報導就說對俄羅斯新一波的制裁又來了 早前 美國財政部 已經五次 放行 俄羅斯 給他支付債務 現在 目前的態度就是有逆轉的趨勢 美國的財政部 在星期一 四日的時候就證實 禁止俄羅斯政府 利用 存放在美國金融機構 的準備金 用來償還主權債 換句話說 你放在這裏的錢 繼續扣押 不准用來還你的債務 你的債務就是債務 你有錢就還 沒有錢就打靶 俄羅斯的主權債 剩下三個選項 要是請你用外匯 還清你的債務 另一件事 要是靠你賺回來的錢就找到了 兩件事他也未必有 他現在也不夠膽隨隨便便 拿外匯出來 他根本可能沒有 扣押人家的飛機 扣押得那麼過癮 賣了飛機 誰跟你買 第三種情況 直接違約 可能真的被打靶了 主權債去到主權債違約 有甚麼要做呢 這個就不是牛紅症 被人打靶就算數了 數字沒有了 國家可能要破產 美國就是凍結了俄羅斯的央行 存放在美國的外匯儲備 財政部早前 就是以個案方法 批准俄國動用 上述的 這些 存放在美國的外匯儲備 給他們 就是用來還這個用美元計算的主權債 但是到了上個星期 2030年的主權債 就已經 有4.47億美元的 利息需要支付 那麼俄羅斯似乎就搞不定了 因為在美國新一輪的制裁裏面 就是禁止俄羅斯動用這些款項 用來支付 找他的主權債務 現在俄羅斯簡單來說 有錢放在美國也不准用來找錢 除非你拿新錢過來 那麼俄羅斯還有沒有新錢呢 其實應該沒有了 有的都拿來投放了 不知道哪裡了 拿來給人工 拿來徵兵 拿來徵兵 之餘此類 大把數要找 甚至乎用來支持 侵略烏克蘭的戰爭裏面 犯下戰爭罪行 所以你犯戰爭罪行 有甚麼幫助 對你場仗有甚麼幫助 對你的經濟情況有甚麼幫助 毫無任何幫助 這個 純粹是對平民 是全世界沒有人會容許的行為 一定要付出代價 假如俄羅斯真是 主權債違約 最低限度就會造成四大衝擊 第一個 評級機構繼續 將債券向下評級 俄羅斯的債券就會變成垃圾級別 簡單來說 俄羅斯現政權 將會永遠無法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其實這個已經差不多是定局 第二 俄羅斯大部分的債務 幾個星期之前 本來仍然是投資級 現在 這樣搞法 就沒有了 基本上 徹徹底底 就會 清零了 搞到很多全球的大型基金管理公司 就是要嚴重撇障 因為他們拿著 就是俄羅斯的主權債 搞到 就是受到極大的衝擊 回報沒有了 不但只 還要就變成垃圾 除了撇障 真是沒什麼好做 結果可能會衝擊到 部分的退休基金 另一方面就是交叉違約 另外 CDS CDS就是繼續 等於被人斬倉 這樣的情況 有大量的 掉期債務 也有保險 銀行可能會賣了保險給他 擔保不會出事 現在可能需要支付 大批的保險金 因為 現在變成垃圾 這個 對全球的經濟體系 還有銀行 也是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俄羅斯經濟規模不大 但是 他在那個 債券市場 主權債入面 在世界上不是很小的 一定會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俄羅斯這樣搞法 基本上等於這個國家永世 不能夠向外舉債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要怎麼繼續下去呢 我們基本上完全看不到 俄羅斯有什麼辦法去解決目前的情況 俄羅斯就算不是被毀滅 普京不是倒台 也好 他將會變成伊朗和北韓 他唯一可以做的 繼續依賴中國大陸 但是中國大陸 在這樣的情況 背後站在 只會 使得 美國 歐洲這些地方 繼續把中國大陸 跟他們捆綁 把他們列為 邪惡軸心 所以 藍絲就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你經常覺得 人民幣國際化的機會來了 還有勞報國際化 為什麼國際化呢 勞報 退出歐洲市場 進入中國市場 多買一些勞報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